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妆容 而这一条影片就会用到Edit House最新和ZoomuZoomu联成的彩妆 去做这个妆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记得看下来啦! 在化妆之前,我都会习惯用爽敷水敷一敷臉 去将我们的皮肤降温和收细毛孔 那就无话特定要用哪一种爽敷水 用你平时用的牌子就可以了 将皮肤降温的步骤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是现在这样的天气,又要戴着口罩 毛孔就很容易粗大 如果你上妆之前没有收细毛孔的话 上粉底的时候就很容易卡粉 又或者很容易出现防粉的情况 我们敷完五分钟的化妆水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剩下的化妆水印在面上 用得不要浪费嘛! 然后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擦防晒 这次用的防晒就是UV Double Cut系列的Sung Gel 它主打这个质感轻型头薄清爽内汗和不黏力 我自己就觉得这个防晒虽然不是非常水润 但它胜在非常快干的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这支防晒非常适合早上时间使用 除了大家除了擦面的防晒之外 记得要塗上颗和手手脚脚 不然就会出现几节色的情况就很容易 所以我什么时候都说防晒这件事 要放好几支康门口 上完防晒就是上粉底的时间 这次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Eddie House 最新和ZoomuZoomu完成的系列 真是超级可爱 它这个是非常之特别的 它是一个Jelly状的粉底 我用的这个米奇的颜色就是这个Natural Vanilla的颜色 是里面最白的颜色 这个果冻粉底它总共出了四个颜色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去做选择 它这个粉底里面的设计也是非常之特意的 它中间你会看到会有一层蜗 它给你逼一些Jelly 你可以看到它的质地也会偏向稠身一点 出来的妆感也会偏向眼色一点 它的遮瑕就会比普通的BB Cushion 来得高 话说回来 其实它这个啫喱粉底 其实主打了一个清凉水润的质感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清凉的部分就不太够了 塗上一块面的时候的确是有清凉的感觉 但是这个清凉的感觉很快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就不要期望它说 塗上去会非常之冰凉 只是上粉底是绝对不够遮我的千年黑眼圈 所以我也是用我平常用的遮瑕膏 去做这个眼部遮瑕的 比起用一个海绵上 我更加之喜欢就是用我们的手指去上 因为手指上的温度是可以令遮瑕膏和皮肤更加贴合的 所以你也会看到我开头好像很干净的用了一波相 最后也忍不住用自己的手指去解决 上完粉底之后 我会用一个碎粉去定妆 我不得不提就是这个碎粉 在今次所有联盛的产品里我最喜欢的一样 这个糖露鸭碎粉除了它的外形很可爱之外 我觉得它的粉真的非常高质 它里面的粉末是透明的 透明的碎粉除了不会让我们的底妆变白又或者变色之外 也会有轻微的打亮效果 除此之外一定要胜赚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粉末真的超级小 就可以紧贴我们的肌膚 同时也可以做出一个比较自然的妆感 然后去到眉毛的部分 眉毛的部分之前已经示范我给大家看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快速完成了眉毛的部分之后 就到了眼妆的部分 去到眼妆的部分 我就选用了Rose Wine的眼影盘 因为我个人来说真的超喜欢 首先我会用眼影盘里面的一种 比较淡的粉红色去做眼部打底 因为它的粉红色真的超级淡的关系 所以我们上的时候都会上多一两层 虽然这颜色就比较淡 但我觉得它的颜色真的非常漂亮 然后我们就会在眼尾的位置上一个新啡色 去做一个层次感 在眼尾塗这个啡色的眼影的时候 记得要blend开开它 如果没有blend开开眼色的话 那眼妆看上去就很容易 好像很脏 所以记得一定要慢慢blend开开它 然后就到了眼头的部分 眼头的部分 我就会用这个屈甘香盆里面的 一个有闪粉的淡粉红色 去做打亮眼头的动作 然后就会用这个香蕃盆里面的 一个非常闪的粉红色 然后塗上眼中央的位置 是不是很漂亮 很bling bling呢 完成了眼影的部分 我就会画一条眼线 我这次就尝试单手画眼线 我得出来 还是要再改进一下 我自己画眼线的部分 也是非常无新意 就这样加长眼尾的部分就算了 我自己最近很喜欢这样配搭眼妆 因为它出来的效果 真的非常自然 而且一点都不会觉得夸张 然后又是快快手夹眼睫毛 而眼睫毛方面 最近都慢慢试着不同的产品 如果稍后有更详细的心得 会再和大家分享 而睫毛膏方面 最近我自购了一支EDI HOUSE的睫毛膏 它的浓墨和签唇效果都不错 然后又来到这个乱承系列 我们就选了Daisy 因为它的颜色是比较自然和少女感 配合今次胭脂的产品 EDI HOUSE也出了一支掃 就是这个茶杯仔仔的掃 我们就可以配合胭脂掃在面上 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自然 出来的妆感是有一种白雷透红的感觉 然后我会用眼影盘里面的一个浅啡色 去做鼻子和面部的阴影 又是请给我记得 放松它 放松它 光影的部分 我会用这支Pay101的光影盘 去做打亮的动作 除了鼻子的位置之外 我会在颗头和苹果肌的位置 也会上少少的打亮 令整个妆感更立体 最后这一样就是 今次联成的产品系列里面 话题到最高的产品 就是这个Jelly Mousse Tint 我用的颜色就是Dail的颜色 Dail的颜色就是一个橙色 我开始都觉得这颜色一定是超级难塗 所以我开始都没有打算要这颜色 其实你只要塗薄薄一层 然后用手指推开它 就会有一个非常自然的韩国人气的棉花唇妆 所以你看出来的妆感 真的非常自然和漂亮 头发造型 我就很随便夹了一个狮子卷 耳环方面 首先我选了这个我在迪士尼买的Tinkerbell的耳环 去迪士尼的时候 几乎都会戴着这一对耳环 好 整个妆就完成了 那我就close up多次 给大家看一下我化完妆是怎样的样 这次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欢我这条影片 记得给个like我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subscribe我的频道 开启铃铛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añad衣服 屏心